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除非我读的大学是牛津剑桥 其他的基本上别人不太关心你是拍英国前十还是英国前三十 说到当时纠结是真的是纠结过 因为我会觉得自己学了这么久传门而且是真的很喜欢的情况下 我去做了一个英语教育相关类的我会觉得跟自己的设定有出入 然后也会觉得自己是不是白读了这个书会有这样子的纠结 从国外回来就能拿到很高薪水的可能更多的是金融行业 IT行业就是纯技术类的 学生 who study liberal arts subjects for example arts for example sociology or social work I think deep in their minds they do believe that they could help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我觉得这个出去读书的这个它的投资是一个长线投资 因为出去读书带来的是一个眼界和格局上的不一样 最初跟我一块入职的很多都是在这个机构做老师的 但有些就一直就做老师下去了 但是我可能在期间有新的机会进来的时候 我会很及时地做到这个选择